伙伴网友支持马斯克卖掉特斯拉10%股票 马斯克会遵守投票结果 继不久前在推特上 发了中文七步诗引发热议后 特斯拉CEO 目前的世界首富马斯克 6日又在推特上发起一项网络投票活动 并宣布将根据投票结果 决定是否出售其拥有的全部特斯拉股票的10% 马斯克在发起投票时写道 最近有很多人认为 为实现收益是一种避税手段 所以我建议出售10%的特斯拉股票 你能是否支持这项提议 他同时发帖称 我没有从任何地方拿现金工资或奖金 我只有股票 所以我个人纳税的唯一方法就是卖股票 数据显示 马斯克持有的特斯拉股份 约为1.705亿股 按美东时间上周五收盘时 特斯拉美股1222.09美元的股价计算 马斯克如果真的卖出 其持有的10%的特斯拉股票 其套现金额将接近210亿美元 有媒体分析认为 马斯克此举是在回应美国近日一项 针对亿万富翁所得税的提案 该项提案的一个关键点是 将对美国约700名亿万富翁所持有资产 未实现收益征税 及对亿万富翁们的资产进行每年估值 无论他们是否出售资产 都将对收益部分进行征税 根据该提案 马斯克五年内可能要支付500亿美元的税 据美国国会山报7日报道 对于马斯克发起的外国民调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 主张征收亿万富豪税的民主老人 罗恩怀登表示 世界首付到底该不该缴税 不应由推特投票决定 现在到了征收超级富豪所得税的时候了